揭露中共活摘人體器官 謀取暴力的紀錄片《國有器官》 在台灣上映期間 主辦方與部分引成屢屢接惑死亡恐嚇威脅 刑事局已經在偵辦當中 陸委會今天表示 任何書籍與電影在台灣 都可以自由公開發行 不允許任何的騷擾或恐嚇 對台灣來講 所有不管任何發表的書籍 或者是電影 或者是任何內容 對台灣在台灣來說 都是自由跟公開的 那任何這樣的騷擾或恐嚇 都是不允許的 謝謝